如果新的颜色越深的话 你们会感觉比较疼痛一点 如果是正确的方法去做这个疗程的话呢 它不会留下任何疼痛 有的人可能过后他会有一点点的嘴泡 这是其实很正常的一个评论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eClinic的医美课堂 我是Karen 我身旁的依然有胃症医生Dr.E 嗨大家好我是Dr.E 那现在呢其实刺青已经变成了一种艺术嘛 有很多年轻人呢 他们都喜欢在手臂啊 或者是身体面的一个部位 就稳一些小小的刺青图案 当然呢 可能有时候当我们后悔 又或者是我们想换另外的图案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去remove tattoo嘛 所以呢 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就上网收集了一些网民 关于remove tattoo的Q&A 来请教一下Dr.E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哦 就有网民留言说 remove tattoo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会留下疤痕呢 其实remove tattoo就是去除刺青 最快的方法 依然还是用激光雷射 而至于会不会留下疤痕呢 这得看做了那个疗症之后 保养保护你的皮肤 一般上来讲的话 如果是正确的方法去做这个疗症的话呢 它不会留下任何的疤痕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刚刚你说可以用那个风潮皮秒的那个技术去remove tattoo嘛 我相信观众朋友们都很好奇 那个remove tattoo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个机器长怎么样 然后要怎么remove tattoo 然后那过程到底痛不痛 在这里呢 我们有最先进的科技 就是用这个Picosher的风潮皮秒去去除这个刺青 这个风潮皮秒呢 它的原理是怎么样把那个刺青给去除 就是它用的一个科技叫做pressure wave 那它用很快的速度呢 把它打在那个ink上面 然后它不会伤害到你周围的皮肤组织 那么它把这个ink打散 把它变成很小的颗粒 那这很小的颗粒呢 被我们的身体吸收然后排除以外 所以你的那个ink它会慢慢变得浅化 久而久之就消失了 至于顾客或者是病人进到来这里 过程是怎样呢 那我们会解释清楚了解释清楚这个整个过程 就是说有什么好处啊坏处啊之类的东西 然后呢我们会放麻药间 30分钟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风潮皮秒雷射把刺青给去除 那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你的刺青的颜色越深的话 你会感觉比较疼痛一点 但是因为放了麻药其实是算还蛮好 然后如果你做了几次疗程之后 当那个颜色变浅了之后呢 你就不怎么感觉那么疼痛 所以做完之后呢 有的人可能他的皮肤的反应 就是他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流血 有的人可能过后他会有一点点的嘴泡 这是其实很正常的一个皮肤反应 但是这些呢 只要你加点心思去照顾他的话呢 在一个星期之内呢 他就会复 所以说这个pico shirt的这个remove tattoo的疗程 是适合每个民族吗 包括马来人 对 包括深色皮肤的 对他们都能够用这个pico shirt去remove tattoo 可是深色皮肤的病人呢 他们基本上呢 都会有比较高的风险 因为毕竟是雷射 他打在比较深色的地方 他会变浅 所以他有那个风险 就是说 在深色皮肤上 可能在你那个tattoo的地方 他看起来会比较浅 比你周围的皮肤的颜色 可能会看起来比较白一点 和你周围的皮肤不再起来 可是这样的情况呢 他会慢慢随着时间慢慢的改善 对 就是说我们皮肤自己的本身的黑色素 也会慢慢的去盖药 对对对 但是这并不会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只是说 有些人可能有这样的风险 所以还是要看个人的体质来决定 对 那通常这个疗传需要大概做多少次 才可以看到那个效果 或者是说完全可以remote 像那个tattoo 然后当他做完一次疗传过后呢 他就收付其他大概多长的时间 才可以再做下一次的疗传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一般上病人来到这里呢 他们都是会问 我需要做多少次 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们不能够给一个很准确的答案 我不能说 这个次清是十次 那个次清是两次还是三次 基本上他是因个人而异 就是说有可能我们会需要知道 那个刺青他多少年了 有时候他越长的时间呢 他越难去清除 有时候他是那个tattoo artist 他用的那个 ink 也会有不同 一般上我们会发觉 如果那些刺青是太不做的 我们也不晓得他的硬碟是什么 所以他也特别难的去除这个刺青 然后还有就是也是要看皮肤素质 每个人的皮肤素质不一样 有可能有的人比较容易留下疤痕 或者是说做的时候他比较容易流血啊 起水泡啊这些 这些因素呢可能都会导致他有 可能有一点点的疤痕 所以并不是说这个疗程做这个激光呢 他会导致你有疤痕 有时候是每个人的皮肤素质不一样 可是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你去好好照顾过后的这个护理的话 其实都会有很大的问题 每一次呢我们会建议四至八个星期 你可以重复做一次 或者是直至你的皮肤 完全恢复 健康之后呢你就可以来做第二次的疗症 所以一般就是最少也是要一到两个月 才可以看到那皮肤就是算是完全恢复 不需要这么长 我们是每四个星期可以做一次 就是一个月一次 如果说你的皮肤需要更长的时间 去修复的话 那就可能两个月一次 准确来说需要做多少次 就如我刚才所说 我们不能够很正确的告诉你的次数 可是一般来说 我们会告诉病人六至八次 六至八次过后呢 如果是小的刺青 他一般可以清除 如果是做很大的话 一大片的话 可能他会变浅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把它清除完毕的话 有的人甚至还需要做超过十次以上 所以呢 去除刺青不是一件很快可以完成的事情 有很多病人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他们说不是做一次罢了吗 就可以把刺青给去除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他需要很多次的疗程 把你整个刺青给去除掉 对 明白 第二个问题就是呢 remove tattoo了的那个部位 其实可以再一次 tattoo了吗 它会不会对皮肤有什么影响呢 可以的 其实我们甚至有一些病人呢 他们可能不喜欢那个图案了 他们来把它去除之后呢 他们又再回去 可能就是重新做过另外一个图案 在同样一个部位是绝对没有问题 对 也没有什么副作用 基本上 比如讲说我在remove tattoo 我修复好了 对 只要一修复完呢 就可以立刻马上稳定一个型图案吗 还是要再等一个 只要皮肤健康起来了 其实都没有问题 那通常一般上会来 做remove tattoo的客户 是属于什么样的人 其实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和病人 有的其实在这里呢 都是是因为职业的关系 而他们过来去除他们的刺青 比方说可能他们要应征空姐啊 或者是飞机师啊 甚至有的是学生 他们要去interview 讲学经营 身上不能够有这类的刺青 他们就来去除刺青 而去除刺青的话 我是建立说你们真的需要想清楚 因为呢 你不能够说我来这里 我试一试一次 看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然后你就不继续做了 因为呢 如果你去除一次刺青的话 刺青绝对会变浅 或者是颜色 它会不均匀 导致说就不好看嘛 那你可能就是需要再花费 再把那个图案给文回上去这样 我通常会劝告病人 就是说 如果你决定要把这个刺青给去除的话 那你就决心的做下去 做完它 所以我一般上都会很清楚的 向病人解释说 你需要至少六次八次的疗程 如果你有那个心理准备的话 你就可以继续这个疗程 嗯对明白 所以说其实除了刺青前要想清楚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刺青 需要这个刺青之外呢 你做了这个刺青以后 其实你要考虑到 你到底是不是想要去 remove这个dattu 然后你remove了 你有没有这个 耐心这个准备 可以做多几次 因为不管是刺青也好 还是remove dattu都好 它都需要一个很好的心理建设嘛 所以说做事情要三思而后行哦 那好 今天非常谢谢 Dr.E的分享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